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市府表示这一场大型国家级灯会 市府除了投入许多的情感规划 也结合了科技和文化 让灯会美学再创高峰 而主灯光之树逐渐茁壮的意象 犹如这大神木般的守护台中 这一天举行试灯仪式 包含交通部长林佳龙 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都到场来参与盛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灯会 享受展区多元共创的精神 白球缓缓上升 意味着一颗种子蜕变成一株参天大树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这天举办试灯仪式 市府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筹办 努力的成果在这时呈现在大家面前 市长卢秀燕表示 市府除了投入许多情感规划 也结合科技和文化让灯会美学再创高峰 因为我们是临时接派 所以准备的时间 非常地高占 我们能够应免的时间 但是我们全力以赴 我们有信心 拜祝一个全国文化最大 福利最大 最想要好看 最有缘情的台湾灯会 这次灯会展期长达65天 是史上最长占地最广规模最大的灯会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台湾灯会已经成为台湾观光的世界性品牌 今年灯会更升级为2.0版 许多在地企业也一同共襄盛举 期待灯会为大家带来更美好的台湾 这一个场地 我们也看到 可以说起来台湾的 文化和科技的国力 把我们的设计导入灯会 让灯会的美学能够再创高峰 这次我也很荣幸代表了公司台湾数位光讯 及大屯有限来参与 以及赞助这场活动 那希望台中市民能多多来参与 来看这个灯会 然后感受这个文化气息 主灯光之树逐渐茁壮的衣向 有如大神木般守护台中 期望让全台湾22个县市 都能够像光之树一样 紧密团结照亮全世界 而面对目前的武汉肺炎疫情 市府也全面做好相关防护 即日起到23号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台湾灯会赏灯看表演 记者朋友在台中采访不到